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俄伯撒基对主说了什么亵渎的话 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尼奥今天中文版的《祖国声音》将是修行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 十七到三十七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语读十七到二十五节 亚述王从拉吉拆行他尔汤 拉伯撒利和拉伯撒基率领大军王耶路撒冷 到西西加王那里去 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盘 在漂泊地的大陆上 他们呼叫王的时候 就由希勒家的儿子家宅 以利亚进并书记 舍伯拉和亚撒的儿子史光约雅 出来见他们 纳伯撒基说 你们去告诉西西加说 亚述大王如此说 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占赖的呢 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很能力 我看不过是虚话 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文呢 看了你所依靠的埃及 是那亚撒的伪杖 人若靠这杖必刺透他的手 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能也是这样 你们若对我说 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 希勒家岂不是将神的秋堂和祭堂废去 且对优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当在耶路撒冷 这堂前敬拜吗 现在你把单头给我 给我主亚述王 我给你2000匹马 看你这一面骑马的能够不够 若不然只能打败我主城府中最小的军长呢 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兵马吗 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 岂没有耶华的意思吗 耶华吩咐我说 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 那么在上一次课当中 我们谈到了希西加 则反抗 亚述王不在 脚拉贡物 后来亚述王西拿吉利来攻打优大 打败了优大并使得 希西加陪展了许多金银 这个事件在许多博物馆当中 都可以找到他的记录 当时大约是公元前700年1年 第18章的第17节开始到第19章的结尾的事件 指的是另外一次的战役 历代自下第32章和以赛亚书的第36、37章也记录了这个事件 在历代自下第32章的叙述当中 希西加修建了耶路撒冷城墙 这些城墙在希塔吉利进攻之前被拆毁 而当希塔吉利与公元前700年1年攻打优大时 希西加没有足够的时间修建城墙 这表明了第16和17节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间隔 从《猎王记》下和《以赛亚书》当中 纳伯沙基的言论可以看到 希西加显然信任埃及会来帮助他 那么当希塔吉利与公元前700年1年攻打优大后 希西加什么时候有时间这样子做呢 以赛亚称警告希西加不要信任埃及 但是希西加并没有听从这些的警告 再一次这指出的第16节和第17节之间的时间的间隔 这一次希塔吉利想要围攻耶路撒冷并摧毁他 他先派遣一些人来到耶路撒冷 传达一个信息给优大公民 那就是要投降 因为抵抗是徒劳的 纳伯沙基他似乎是主要的发言人就嘲笑 希西加相信埃及会帮助他 因为亚述人是埃及唯一跟亚撒冷如围 根本没有实力 纳伯沙基继续嘲笑希西加 如果希西加说他相信他的上帝会拯救他 这怎么可能呢 因为你们已经摧毁了他所有的秋毯 只说要在耶路撒冷敬拜 当然亚述人不知道的是这是上帝的旨意 纳伯沙基进一步嘲笑希西加 说如果希西加能够找到两千人来战斗 纳伯沙基会为他们提供两千匹的战马 纳伯沙基还说 即使希西加能够召集一支军队 但这是上帝拜他来毁灭这片土地的 虽然任何的抵抗都是徒劳的 地级投降是唯一的出入 其实很多人想知道 纳伯沙基在这里说了什么 因为上帝并没有给他这样的命令 可能的情况是纳伯沙基进行的心理战 以激起他们心中的恐惧 毕竟谁能够抵挡耶和华呢 虽然说纳伯沙基不相信耶和华 但希西加是相信的 所以这样的话也许会吓得他投降的 好 下面我们继续阅读26到37节 希特加的儿子伊利亚靖和 舍伯拉并约雅对纳伯沙基说 求你用亚兰语言对仆人说话 因为我们懂得 不要用优大语言和我们说话 达到承上百姓的耳中 纳伯沙基说 我主才嫌我来 岂是当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呢 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 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和自己料的人说呢 于是纳伯沙基站着 用优大语言语大声喊着说 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 王如此说 你们不要被希西加欺哄了 因为他不能就你们脱离我的手 也不要听希西加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 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 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不要听希西加的话 因亚述王如此说 你们要与我和好 出来投降我 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 喝自己井里的水 等我来淋你们到一个地方 与你们本地一样 就是有五谷和辛酒之地 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 有橄榄树和分泌之地 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是 希西加劝导你们说 耶和华必拯救我们 你们不要听他的话 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 哈玛、瑶尔巴的神在哪里呢 西法瓦因、希拉、瑜伯的神在哪里呢 我们成就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 他们成就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 这些国的神有谁成就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 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 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 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家宰伊利亚敬和书记舍伯拉 并亚撒的儿子石光约亚都撕裂衣服 来到希西加那里将拉伯萨基的话告诉了他 那么希西加的使者听到之后就要求拉伯萨基用亚南语 而不要用希伯来语来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懂亚南语的 而其他百姓则不懂 他们不想说百姓听见了而引起恐慌 但是拉伯萨基拒绝了 甚至故意大声说话而让其他人听见 他告诉人们说不要被希西加欺骗 他不能救他们脱离亚述人 因为他做不到 他接着说 即使希西加告诉人们要信靠上帝 人们也不要相信 因为上帝不会这样子做 是什么让他们认为耶和华不会拯救他们 让他们认为无力阻止亚述军队 这是多么亵渎的行为 其他国家的神确实无法拯救他们 因为那些神是用石头或者其他东西雕刻而成的 他们实际上不是神 然而耶和华是这个宇宙的神 他给了所有人生命 呼吸和万物 上帝是超越一切的 他无所不能 当然能够轻易击败这一支 自吹自雷的亚述军队 纳伯撒基没有考虑到 亚述人之所以能够赢得这些战斗 是因为上帝的目的而兴起了他们 亚男需要被打倒 所以上帝又兴起了亚述人 以色列需要被惩罚 所以上帝兴起了亚述人 但正如上帝可以兴起他们一样 他也可以把他们打倒 因为他会因为他们的傲慢而这样做 纳伯撒基的亵渎之意 在那人们心生恐惧 以便他们听从他的建议 就是现在投降 他们就会幸免遇难的 当然他们将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迁移走 但那片新土地会比他们的土地更好 他们可以在那里生活而不会死亡 纳伯撒基说 如果他们留下来 就会遭受死亡的命运 那么值得赞扬的是 百姓们都保持了沉默 因为他们听从了西西家的命令 什么也不说 但西西家的使者听完了这些话之后 就失负一幅表示悲伤痛苦 因为这个消息太严酷了 之后他们就向西西家去报告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